大家好 我现在安徽府阳我住的楼下 哎呀 没想到我这个酒店对面就有一个自选的快餐店 怎么样 可以吧 吃点啥呢 我来找一找啊 我喜欢吃这个 大府阳厉害呀 看一下这个快餐还是相当好的 米饭 然后这个是南瓜粥 哎呀 我可喜欢吃小米南瓜粥了 然后这是四鸡豆炒肉丝 这是鸡蛋炒那个叫什么 残豆 我先开吃了 吃完再聊 吃过饭了 走我们出去看看周围的环境 我就住在对面的这栋高层上面 站的高看的远啊 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右边看到没 那边走过去就是府阳站 两个大字在这里都能看得到 所以说我从那个地方出站走过来就 三百多米就到酒店了 吃饭的话过个马路对面就是 哎呀 我就喜欢这种 像这么好的啊 确实不多见 从下车又近 然后到酒店又近 吃饭又这么近 这个还真是运气好啊 我从哪里开始 就是一直就是 那个叫什么 吃饭比较方便 从那个叫 哪里呢 昆山 对 从昆山开始 就是住的酒店 就是住的酒店 基本上一下来 就是吃饭的地方很近 这个路叫向阳北路 然后这周围大大小姐的饭店 多得不得了 然后除州也是 就是在酒店的对面就有 就有饭店 然后泵波那个地方也是 就在我楼底下也有个快餐店 然后那个除州的话 除州我来想 除州好像 哦不是除州啊 是哪里啊 我想起来了淮南 淮南那个地方 当时我那个酒店周围 是没有饭店的 没有饭店 当时我第一天走了700多米 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了 它那边那个三路公交车 三分钟就一搬 然后我就每次 就坐那个公交车去吃饭 所以说还真是比较优秀啊 这个广场面积也是比较大 人流量也是巨大的 因为它这条铁路是金九线 金九线是那是北京到香港九龙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人流量 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这附近我观察了一下 像那个什么板面 因为这边离了个泰河县 已经很近了 就是泰河板面嘛 就是安徽的那个叫什么 安徽板面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南方城市可能少一点 进入山东 河北 东北地区 全部都是安徽板面 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去年一路北上 我见过的太多了 那么这个釜阳的泰河县 就是安徽板面的故乡 应该是在釜阳继续往上走 就是往那个叫哪里走呢 应该是 我在地图上看了 好像是靠近荷兰那边 有个泰河县 泰河板面 那就是安徽板面的老家 等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就到那边去看一下 然后这周围也有很多 上面写着泰河板面 安徽板面 还有羊肉板面 都特别的多 但是怎么说呢 面食 我现在不敢随便吃面食 所以说我们还是找快餐店去吃 对吧 快餐店它有各种各样的菜嘛 菜品也比较丰富 看一下浮阳的公交车 有时间我来一个一个去坐啊 因为在安徽这边 江苏啊 浙江啊 这边坐公交车 都是有邮待证 都是免费的 这一点特别优秀 这条路叫北京东路 东西走向 我知道了 正前方就是浮阳站两个大字 这条这个火车站的话 这个门口 它是不是打算建地铁啊 因为我感觉浮阳这边 有建地铁的这个潜质啊 它人口800多万 你想大城市啊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集见